一位农家子弟把父亲种植的莱姆做成手摇影 十多年下来打出了好口碑 但是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生意一落千丈 店面租金、外加贷款 已经积欠了上百万的债务 他只好忍痛把四家店面收起来 为了拼业机 他推出了折扣优惠 并且用当季水果和莱姆变化出多种口味 希望实时让顾客有新鲜感而再度上门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降级了 但是即将入秋 等于是过了冷饮的旺季 未来的路还是相当艰困 充满挑战 店内总放着好几篮鲜果 入秋莱姆盛产 红辛芭蜡也多 但火龙果量少很贵 果香随着存放时日更加浓郁 想着得尽快把它们消耗掉 曾俊豪努力说服顾客 来一些菜单外的新口味 这个也是弱酸的 看你要不要也加更酸 要更酸吗 红辛芭蜡加桑胜 这你的口味还蛮多的 这个就是用山盛芝 然后没有加糖 因为山盛芝味道很融合 再来一杯 加的是曾妈手工熬煮的凤梨酱 有淡淡的柴烧味 凤梨的话也是煮过的凤梨 现在火龙果混凤梨也是做无糖的 火龙果比较没有味道 所以量要用多一点 喝起来存日是蛮明显 最疯狂的时候 好像两天买一杯 钱包喝少很快 我都会买它一瓶的那种纯莱姆 回去家里喝 那我是不太喜欢糖类 所以我都会喝无糖的 对 非常 蛮敢挑战酸的 因为我也蛮喜欢酸的 每一杯饮料都有新鲜莱姆元素 12年前 当市场充斥人工香料 曾俊豪是第一个 把老爸种的莱姆 做成手摇影 大胆开店的北漂 蒙家子弟 走健康路线 尽管一杯售价超过50 依旧获得消费者青睐 甚至许多老顾客 还会特别来买鲜果 钱都买过 因为以前 还不得都是轻的 现在开始都好 现在季节 季节 对 现在正当季 现在正当季而没客人 所以又特黄 没客人 对 因为如果客人 很多黄的都采光光了 来不及用 不会留在那里 对 像你现在看到量 有时候疫情 前生意好一天就用完了 永康街发机 多年来成功前进东区商圈 百货商场 但遇上疫情 健康饮品也不敌病毒 一天生意量 最后减剩下不到一成 这个夏天 成了创业以来最大危机 租金 团货压力 累积百万欠款 只好断尾求生 收掉四间店 全力捍卫 起家店 前端农场已经丢到皮了 对 都在这采的时候 其实有搬的时候 就要先挑掉 因为有些有搬的没挑掉 就直接就过来 隔两天它就烂了 如果生意很好的情况下 就是来多少都卖多少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买饮料都不用等 因为根本就没什么人 盖子拿下来 对 这一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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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钱的材 来 这一片 希望它疫情赶快过去 主要还是国人要团结 国人团结才能够抗议 没有团结 没有办法抗议 淳朴的庄稼人家 遇到挫折 手边工作不停摆 靠着这顶大灶 旺盛柴火 曾家的凤梨酱 总多了股熏香 这是曾妈妈一直也来的自豪 木材的火是这样高 如果你不理它 就是没有放锅子的话 它可以这么高的火 锅子一放 它就分开了 像开花一样 因为木材煮的火 才会猛 煮出来东西会大滚会香 木材它有那个香气 它煮的时候 那个大滚的时候 那个气 那个气真的 看到就想要吃 原本都是良老在供应原料 该可以退休享乐 但为了儿子失业 不怕火烤继续劳动 我看他店里隔壁人机都已经关掉 都没有 对啊 你看他那个就吃到了 那个永康街 我以前送后期的时候 都是人挤人满满 现在稀稀疏疏没几个人 以前一个礼拜要用掉两锅 两锅 现在两个礼拜又用两锅差不多 少掉五分之三以上 虽然供给儿子的果酱原料少了 用心煮食的心意还是一样 得雇在炉火旁三小时 不断调整火力 耐心捞去杂末 最后下了冰糖 凤梨味更加柔顺 才会是一锅成功的果酱 按照往常 曾爸爸会把熬煮好的凤梨酱 洛神酱 桑胜酱 还有园子里沾下的莱姆 赶快送给曾俊豪 但现在不急了 原料是家里的 家里的不赶他的钱 家里的莱姆 果酱那些 没有去吹他的钱 吹他的钱他也是 一吹都很辛苦的 若是在以前 原物料成本 加工费用 运输仓储 该收的款项 还是会明算账 但遇到危机 父母的心就像手上的凤梨 酸气直冒 咬得好疼 货款只能自我吸收 想办法再开发其他通路 其他的那个水果 那个冰果是有两三家在给我拿 要不然我怎么活下去 你又没有进账 我们进账啊 出去的钱一样 收进来钱没有 这个就是疫情的造成了 如果量真的充不起来 也不要强求 不要强求 我叫他说 如果真的不能混下去 回来种田 对啊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就回想家 他回来帮爸爸打理这个园子 也不会啊 如果回来的话 应该就不会做这个 回来就好好上班就好了 如果疫情 两年如果都不退的话 我会 该收起来 真的 这个是要收 那个房租 房租太可怕了 其实算一下是两年 我大概喷了一千万 二十年前 不流行木棉树当行道树后 从事园艺直栽的争霸 就在林间种起莱姆 时光荏荏 两千坪土地上 长出结实累累的金黄果实 成为台湾量产莱姆的第一人 它都是油绿转房 一个过来这一颗 胜绿的不能采 浅绿的可以采 现在我的树 真的讲就是 我的第二生命 它是四季都在生长 都在开发结果 它只有淡季 可以忘记 它整年都有 它的话 它的这个树 我称它都是四代同堂 果树不因病毒来袭 就停止生长 分分秒秒 只要没有天流威胁 就有四成几率 可以健康长大 其他六成 就得靠每天心情的维护 要剪枝 要拔草 就像吃饭 照三餐来 不行一天不吃 一吃就是胡伦吞枣 如果说比方说要采 也照常要采 你不采 它就熟了掉了 就烂掉了 所以我要采起来 那加工的话就是 我做莱姆醋 做莱姆醋或者是 压莱姆汁 这个就是变成加工 一直去做这些加工的动作的话 你要配套 如果说你没有那些 储藏的场所 加工出来东西要摆哪里 都挤爆掉了 所以是很伤脑筋的事情 新鲜果汁销售不出去 只好酿造成醋 地窖里堆满一瓮 又一瓮的莱姆醋 安慰的是 时间是最好的吸睛工具 越是成年 价格越好 只是空间有限 再也塞不下去 农夫只会一直做 前端通路受阻 也无可奈何 而疫情的期间 我只有一包盐 一瓶酱鱼 我就可以生活 我鸡蛋自己鸡生的 没有菜可以杀鸡 竹北莱姆农场 地地肥沃 蔬菜水果垂涮 一手可得 淋漓的山树 风凝木 绿色隧道 还有土积蛮长跑 经济交易停滞 但农家人的坚韧 犹如满园绿意 不断不断冒出新芽